同樣是馬連出生的佳佳 即將踏入36歲 等於人類的過百歲 海洋公園說 圈養大熊貓 平均有近30年的壽命 現在紀錄裏面 世界最長壽的大熊貓 過生的時候有37歲 佳佳有望打破紀錄 但原方亦有幫佳佳的身後事打算 我們一定會和餓龍的專家 和我們香港漁護處 一起去處理解剖 和之後遺體處理的問題 希望在病理方面拿到數據 無論對日後我們照顧動物來說 或者去判斷死因 都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在 有動物移養天年 亦都有動物呱呱落地 這隻國王企鵝女 不要看牠跟父母一樣那麼高那麼大 其實只有七個月大 所以胸前面的毛 顏色是相對淺一些 牠是早產的寶寶 鳥蛋提早五天 由父母的腳掌跌下來受損 一度有腰折的危險 護理員最後要人工枯化 這樣的情況會令到那個蛋 一來沒有得到保護 二來就是那個胚胎會出現脫水的情況 如果我們不管牠的話 其實是很有高機會會死的 可能公園現在有大概98隻的企鵝 整個企鵝館最多只容納大概120隻的企鵝 可能公園就估計如果環境沒有大的改變 每年可以繁殖大概20多隻企鵝 變相幾年之後 這些企鵝就會變成擠迫戶 住得好逼人 所以公園方面已經跟日本等等的水族館 將部分的企鵝送過去或者交換 母親電視機閘 陳彥報道